然后呢,这个是Chaco Gray,这个是Tank Brown,比较深的brow color 再来就是黑色,三个深色,一个浅色 应该说都是这个裤子它的款式,它的颜色都是选了裤子的经典的颜色 黑、灰、brow还有白,三个深的,一个浅的白色 APU08价钱是99,最小的马,从Extrasmo开始,最弹是去到XL 我是穿着S,我不是穿着Extrasmo 待会待会可以吗,因为现在助理要换这个裤子先 待会助理再穿XL,穿L size给你们看 进去看它的款式先,前面拉链加扭扣,然后一样是有口袋 一样是有这个FUNCOIN的口袋,它做了很像牛仔裤的那种款式 后面是这样子,后面口袋一样是FUNCOIN的啊 这一件西装裤后面口袋一样是FUNCOIN的,一样是有BAMPEL的耳朵 然后裤脚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CUT 然后加扭扣,这一边的扭扣是款式来的,不能够开的 然后比起这个的裁剪呢,它就是没有这么修裤脚的啊,看到吗 OK,跟我们之前的款式,这个是没有这么修裤裤,它的裤裤是比较宽松 for那些不想穿贴身的,不想穿裤管比较窄的,你可以考虑选择这个款式 然后这个款式呢,是属于高腰啊,这一件是高腰啊 OK,跟我们的裁剪是完全不一样啊 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OK,只要找白色,如果你问我白色会透吗?基本上是不会啊 一样啊,还是那句话啊,你穿白色的时候,你的内在眉就不要穿会鲜艳的颜色 你穿会裸色系列就OK了,很明显的看到啊,它裤管是完全不一样啊 跟我们之前订做款的那个款式是不一样,长度也一样啊 它是在据衣那边,在脚踝上一点点,它的款式在旁边那个扭扩的款式 OK,扭扩的款式,所以跟助理一样啊,这一件是需要穿L的吗? 我来这款式我是穿L的,那些说不喜欢说裤管太贴的,太窄的,可以考虑带走这个 这些厂家也是做了,他们是批到去国外的,然后家庭方面是有厂家规定,最低卖价啊,99 然后这种裤子,你去外面找,肯定是逃不过三位数 并定说,它是比较高档的,所以说它是有批到外国去的这个厂家的 所以说,嗯,对,它的就是,下围这边我穿了,它的拉伸是已经有空间了,然后后管是比较宽 然后要这边建议,这个款式要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 你可以拿大,不可以拿小,因为它是完全拉,所以说你看啊,我们饭额对,78啊 就是我的尺寸啊,不能再多了,所以中间拿的,一定要拿大,不要拿小 微送没有关系,一样,这个是可以给你买腰带,有耳朵可以给你买腰带 所以说,我是穿着L-side,腰完全没有拉伸的空间了 这个,所以说,嗯,这个上班的话,对来讲是必备啊,OK 可能说你之前有买的比较贴的,就是说比较贴,裤子管是比较贴身的那种的 想找一些就是要跟之前购买的不一样的,可以考虑带走这个啊,也是说,呃,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裁剪的话 我们也会比较少有,比较少有,所以说,找着上班固子啊,这个款式也不要错过,可以不要错过 我是穿着L-side,身高160整体的效果,穿起来就是,呃,长度就是这样子,OK 我是穿着黑色L,来,我们的Chuckle Gray啊,基本上这个,这个款式它的颜色啊, 它是三个深的,所以如果你很想,想要找这样子的裁剪,然后,想要找一个不同的颜色 因为有,你看啊,Chuckle Gray跟黑,其实是很接近的颜色啊,所以如果你有太多黑色,你想要选顺的话 你可以带走我身上的这个Chuckle Gray,比起我们以往呢,这个裁剪是稍微不一样 它的裤管就是没有这么修,for那些不喜欢太修裤管的,不想穿的,太服贴的,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款式 它长度穿在我身上,身高162,就是刚刚好到脚踝那一边 有口袋,前面口袋是方身的,后面口袋一样是方身的 绵颈的西装,后面要有弹性的,可是这一件啊,它身高腰,然后现在还助理讲呢 如果你腰围的尺寸啊,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啊,你需要拿大部分的,拿小,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完全拉伸不到的,它是锁腰啊,请看多一次啊,它的款式啊 OK,前面,你看它腰围这边,它是这样子比较大片的,比起其他的裤子 它的这个腰这一片比较大的,然后裤脚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这样子一个cut 然后它的裤管是属于比较直筒,比较straight cut,然后比较宽松的就对了 不是那种顺修,像我们刚才那个牛仔裤是顺修,这个就是比较宽松的,OK 四个是,想要找白色的,想要找白色裤子的,这一个赶快带走这一个的白 白是off white啊,不是pure white啊,我身上的是chaco gray,比较深的 有太多黑,不想带走黑色的话,想要显瘦,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chaco gray,然后这个黑色 另外一个色,就是这个tembrow,三个深色,一个浅色,OK 三个,四个色,最小的码是从MSXL开始,最大是有去到XL的,我去换它 这个最大的size是XL啊,所以它是五个size啊,现在这边XL跟X是相差一个2到4cm而已 所以它是非常少的,OK,如果你的168,你现在是XL,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一体的劳文的话 你就需要带走Xsize啊,这个款式,因为X24跟X是一个2cm,那么其他的size 基本上就是相差3到4cm,OK,每条的size3到4cm啊 所以说看了尺寸啊,这件因为它的尺寸方面有五个size给你选 你现在也是把XL收了 所以说不喜欢窄裤脚的,脚着上班的一些西装变料的裤子的,OK 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啊,我穿的L size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OK 因为下围跟裤板都不是贴的裁剪,就是比较宽松的 然后腰这边就建议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是属于高腰啊 所以说它整体看来是有显瘦的效果啊,这一个 所以说你们如果找这些,就是说裤板比较宽松的款式啊 这个款式一定要带走,因为确实是比较少有啊,这样子裁剪的款式,OK 它是属于高腰,然后是比较宽阔脚,不是那种直筒啊 它就比较宽阔脚,它就稍微是来自比较宽一点点的 所以说不要错过啊,毕竟说可能说我们去的是 久久才会有一批这样子的裁剪的西装裤哈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要找高腰的,我们很少会有 对啊,这个厂家,对啊,这个厂家会做哈 只有这个厂家,它会做这样子高腰的,因为基本上它这样子的款式 它模仿大牌子的,因为有一个Z牌子,他们很喜欢做这样子高腰的 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比较少做这样子的,OK 一样是棉井的西装,不变料 像她的助理讲啦,啊,这个厂家它很多时候 它的款式都是批去国外的,所以它价钱 比起我们其他的价钱,会比较像未来的比较高 然后这个价钱,minimal selling price,一样是由厂家规定的 OK,我身上穿的是Ten Brown,你想啊,Ten Brown怎么配搭 你的同色系就是,应该同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Brown称清是非常搭的,就是树叶跟树干是非常搭 只要你家里做一棵树,你会觉得,哦,那个感觉看起来很舒服 一样的配搭,Brown,Ten Brown配搭清色是很棒的 如果你不想配同色系,你就这样子配法,OK 一样有那个显瘦的效果,因为这个款式呢,它的裤子的颜色 都是裤子的颜色的经典色啊,那这三个色啊 都是裤子深色的经典色,然后白色呢 就是白色比较少有,像我刚才讲的,白色的裤子呢 我们也很少会做,其实我们是想要做的 可是厂家不愿意接单白色,它很少要做白色 这一个厂家,它就比较大胆,它有做了白色,OK 三个色,想要找西中裤,上班的裤子,不想穿的太服贴呢 想要找点不同的cutting的,可以考虑戴中这一个款式 那么它的区别服贴和不服贴之后 尤其是那些常常你需要,就是说你的业务常常是向外跑的 我就觉得,现在天气,你拿这样子不服贴会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你贴着,感觉上来讲就没有这么的舒服 这个就会比较舒服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裁剪就对了 因为可能就,就像我们这些人 可能你就可以买多不同的款式 然后穿搭起来,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穿那种服贴和这种比较宽松的,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风格不一样的就对了,OK 我身上现在穿的是Tang Brown 转背是后面,后面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高腰,你看后面这边是蛮高的,OK 看到吗?后面这边是蛮高 然后腰这边是肚脐上就对了 只说跟朱莉亚,这一件是需要穿L,我一样是穿得到S 特别的颜色,我建议你们带着主播身上这个色 因为这个颜色的裤子第一次有啊 之前我们有的可能是比较浅一点点的 还有就是不会是这个Brow 所以说,如果你找着裤子,你想要比较有复古感的款式 然后说跟以往不一样的,可以考虑带着主播身上这个Tang Brown 其实它这个Tang Brown有点带金色金色这样子 很好看啊,很特别 很深的 那它是说金颜色就说肯定说带走黑色,OK 黑色,还有就是Gray Color 给那些太多黑,又想要显瘦 想要比较轻盈的感觉 可以带走Gray 还有一个白色是必须带走 因为很少厂家会做白色 OK,很喜欢这个款怎么选呢? 一样啦,你看你上班的话 如果你上班,需要你穿很正宏的,很formal的颜色 一个黑跟灰雪 一个有太多黑,你就带走一个灰色 因为毕竟这样子配搭的话,会不一样的感觉 你如果每天穿黑色的裤子 你会觉得很沉闷嘛,OK 可是黑色,已经有了黑色 想要显瘦就带走这个Tanggo Gray 然后想要特别一点的颜色 可以特别的来用显瘦的颜色 你可以带走这个Tang Brown 然后白色真的是很少厂家会做的啊 想要找白色的裤子,就带走这一件吧 因为真的,so far,我们新年之后 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过 没有过这个白色的,呃,白色的 这个棉颈的西装布面料啊 棉颈的西装布面料白色没有过,OK 四个色,白,Tanggo Gray,黑,还有Tang Brown 基本上它的颜色都是裤子的经典颜色 APU08,价钱是99 最小的码是从Acrossmall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我是穿着S,助理是穿L size,OK 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上衣,OK 上衣,谁要找的这件上衣 我自己自留款,这个面呢是非常非常舒服 它跟其他的court面面